We are here looking for the Gospels 大家好歡迎回到Kevin的頻道 今天要跟各位分享的是由迪士尼所推出玩具總動員、巴斯光靈以及胡迪的變形玩具 首先我們來看一下它的包裝 盒子的正面有一個透明的窗戶 旁邊有它的名字Burse Lightyear Woody 下面有它的載具形態 那這款玩具它並不是跟變形金剛聯名的 所以在盒子上面是沒有變形金剛的Logo 側面有它的一個變形過程 盒子的後面則是一些文字以及注意事項 另外一面還有一個它們在動畫裡的圖片 那它的包裝就像這個樣子 接下來回到玩具的本體那這款玩具它有附帶說明書 說明書就是一張的黑白印刷 正面是它的變形過程後面是沒有東西的 那這個東西呢就把它丟到旁邊去 這兩款玩具總動員裡的胡迪還有巴斯光年 是由東京迪士尼所推出的變形玩具 那值得注意的一點就是它並沒有與變形金剛聯名 所以在玩具或者是盒子上面都不會有變形金剛的Logo 嚴格的來說這兩款不能叫做變形金剛 只能叫做是變形玩具 那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它的細節 首先我們先來看胡迪 胡迪的載具形態是一個古董車的造型 車燈有白色塗裝 車頭的部份整體都有上銀漆 輪框也是有上銀漆的 旁邊這裡還有一個警掌的標誌 車窗使用的是塗裝 載具的後面胡迪的帽子就直接完整的暴露在外面 車尾燈還有保險桿的一些細節有上銀漆 把它翻過來看 這個胡迪就是成一個非常不舒服的瑜伽姿勢 一雙手則是擺在胯下這個地方 變成載具也不忘了要舒服一下 那在動畫中胡迪以及巴斯光年它們是沒有變形的 載具形態來說看起來是OK啦蠻可愛的 色彩蠻鮮豔的 後面這個帽子看起來是比較奇怪了一點 不過對於這種可愛的玩具我是不會要求太高的 接下來我們來看這個巴斯光年 巴斯光年的載具形態是一個太空飛行跑車吧 那在車頭燈的部份有上銀漆 一些細節塗裝來說看起來是還不錯的 駕駛艙使用的是透明件 裡面可以看到巴斯光年在駕駛的這台車子 輪框有白色的塗裝 那在後面的翅膀的部份它是可以活動的 上面也都有一些綠色以及紫色的點綴 看到載具的後面有三個類似引擎噴射器 有紅色的塗裝 把它翻過來看它的一雙腳就是在這邊 那在這個載具形態之下 我個人覺得看起來也是非常的可愛 尺寸都不大 細節刻畫跟塗裝來說是還OK的噢 玩具的一體性也還不錯 大小比例方面我們把迪士尼的米老鼠還有糖烙鴨拿出來比較一下 雖然說這兩款不是變形金剛的聯名 不過這個比例擺在一起看起來也是非常合適 那巴斯光年它還有一款是真的有跟變形金剛聯名的 那一款我也從網路下訂 收到之後再直播跟各位開箱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它從載具變為人形的一個變形步驟 首先我們先來變這個胡迪 這個玩具的變形可以說是非常的簡單 首先把這個車頭把它掀起來 折疊一下 然後把它翻過來兩隻手就是握在它胯下的地方 感覺好像很舒服喔 我們不能讓它那麼舒服 鬆開來之後就可以把側面這塊部件 把它往旁邊翻180度 另外一邊也是一樣這個會形成它的雙腳 腰把它旋轉180度 接著把側面這兩片把它往旁邊掰開來 輪胎往內收進去 另外一邊也是一樣 再把它整個的往下放 這個保險桿把它翻到上面去 車子頂蓋的部份再利用它的雙關節把它移到下面來 那現在這個胡迪呈現脖子斷裂的狀態喔 首先要把它手這個球型關節移到外面 把這整塊這邊有個卡扣 把它往下轉 扣起來 脖子再把它打正 旋轉180度 那這個胡迪就非常簡單的變形完成了 接下來我們來看這個巴斯光年 首先把它翻到底盤 腳這邊有兩個卡扣把它鬆開來 鬆開來之後就可以把它腳底板擺到一個正確的位置 然後在上面這邊有一個卡扣 把它這邊鬆開來 旁邊這邊鬆開 利用裡面的多重關節把它整個的抬起來 接下來再把它的手往外翻 另外一邊也是一樣 在這裡有一個雙關節把它的頭跟身體做一個結合 背包的部份再利用這個雙關節把它移到下面來 那這個巴斯光年也非常可愛的變形完成了 在變為人形之後看起來與動畫裡的造型是非常接近 身上載具的部件也不算太過累贅 那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它的細節 首先我們先來看到這個胡迪 胡迪的這個頭雕看起來非常的不錯 眉毛眼睛嘴巴都有塗裝 頭是可以旋轉 那脖子這邊是可以稍微活動可以把它往下看 但是後面這邊脖子會斷掉 手這邊則是一個球型關節 手腕就不能活動 腰的話變形是有一個腰轉 腳則是沒有可動性 那這個玩具強調的就是一個簡單變形 從車子轉換成人形 所以它的可動性呢算是比較被犧牲掉 接下來我們來看這個巴斯光年 咦這個巴斯光年比較可惜的就是這個頭罩不能打開 跟變形金剛聯名的那一款它的頭罩可以打開 裡面的頭還可以再拔起來 那這個巴斯光年的體積非常的小 身上有一些蠻精緻的圖案印刷 那在一些細節處也有綠色紫色的點綴 可動性方面呢幾乎等於沒有 手指能這樣子往裡往外 那它就只能保持這個插腰的POSE 腳的部份也是沒有什麼可動性 只有在腳底板有一個變形的關節 變為人形之後它也只能當做一個擺飾品 那巴斯光年這一款它有一個小機關 在變為人形下面這邊有一個轉動的地方 你是可以利用這個轉動它裡面這個脖子 最大的幅度大概可以轉到90度左右 那往左往右都是沒問題的 那這兩款算是非常可愛的這種變形玩具 人形之下我個人也是非常喜歡 比較可惜的就是這個可動性 還有胡迪這一款在人物站立性上是比較沒有那麼好 其餘的來說造型的美型度是相當不錯 背包也不算非常過分 那與劇中的還原度也是非常高的 大小比例方面我們再把米老鼠還有糖烙鴨拿出來比較一下 把它們擺在一起看起來也是還不錯的 那它這大小比例就像這個樣子 這兩款由迪士尼所推出的胡迪以及巴斯光年 雖然不是與變形金剛正式聯名的商品 不過精緻的外型以及有趣的變形機構 也是成功的引起了我的興趣 那玩具本身的做工沒有什麼問題 算是兩款非常可愛有趣的玩具 那今天這兩款玩具總動員的變形玩具就分享到這邊告一段落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的話幫我按個讚分享給朋友 不要忘記訂閱我的頻道 那我們下次見 掰掰 真的是 電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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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